各位朋友大家好 公元1662年的6月23日农历5月初八 这一天国姓爷正成功突然去世 在这之前他并没有受任何慢性病的折磨 他的家族也没有什么显著的致命的家族病史 而且就在这之前的几个月 正如我们在上一集中所提到的 他还在他的荷兰战俘菲利普梅面前 展示他非凡的奇迹以及剑术 他在飞驰的马上连发三箭剑剑重把 毫无疑问 那个时候他的身体处在极佳的状态 更进一步说 也就在七天以前 国姓爷还和他的将士们一起在聊天 他周围的将士们后来回想 那一天的正成功丝毫看不出任何的病态 然而就在七天以后 正成功却突然去世了 而且死状诡异恐怖 有人说他用剑砍自己的面目 还有人说他干脆吃掉了自己的手指 所有的说法都可以得出一个相同的结论 就是他的死绝不寻常 面对此种情况 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会问你一个问题 正成功是怎么死的 据夏林的民海纪要记载 五月朔成功感冒风寒 文武官入夜 上座胡床谈论 人莫知其病 及及及格都都胡炳城调药已尽 成功置之余地 探约 自国家飘零以来 整个气血十有七年 进退无惧 罪案日增 今又禀记霞荒 聚捐人事 忠孝两窥 死不瞑目 天呼天呼 何时孤沉 置于此吉夜 顿足辅营 大呼而除 十年三十有九 唯五月八日也 在江日生的台湾外纪中 则是这样记载的 五月朔日 成功偶感封寒 但日强起登降台 持千里镜 望澎湖有周来否 初八日又登台观望 回书室关带 请太祖祖训出 礼毕坐壶床 命左右尽酒 折月一针 则以一杯 至第三针 探约 物有何面目 见先帝于地下也 以双目抓其面 而是 这两篇文献都记载到 郑成功是在五月朔日染病的 朔月就是新月 代表的是每月的第一天 五月朔日指的就是五月一号 明海记要中提到 郑成功虽然染病 但周围的官员们并没有差距 说明他当时病的症状并不是很严重 台湾外记也提到 他五月一日染病 但是呢 只是偶感风寒 仍然能够登降台 持千里境 对外观望 然后这两部史料都提到 在五月初八的那一天 郑成功的情绪突然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他突然顿足垂胸大呼而死 或者是以手抓面而死 在其他的史料中也提到 郑成功死的时候 不胜愤怒骤发癫狂 咬指身死 还有的人说他得狂疾 所从人配见自着其面而死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郑成功 在生病几天以后 情绪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 如果他的死是正常死亡 是病死的话 那么他得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病 如果他不是正常死亡 那么他是怎么死的 是被毒死的吗 那么是谁下的毒 为什么要下毒 台湾外记中提到 郑成功生病以后 还两次登降台 向海面上观望 似乎他在等待着什么 那么他到底在等待什么 这个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 仍然让他如此牵挂的事情 到底是什么呢 咱们先来说说第一种死因 就是病死的 现在呢 有些医学专家 根据郑成功生病时的症状 得出了一个结论 就是郑成功是感染了登革热而去世的 理由呢 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郑成功生病的时间 郑成功染病的时间是在公历的六月份 农历的五月份 而六到八月的台湾南部地区 正是高温潮湿的季节 蚊虫大量的滋生 而登革热就是通过蚊虫钉咬而传播的 第二点就是郑成功发病时的症状 在发病的头两天 郑成功只是有一些感冒的症状 但并不是很严重 这和感染登革热的症状是一致的 随后过了四五天 他的病情急转之下直至死亡 这也符合登革热 特别是最致命的出血性登革热发病时的症状 而郑成功死前之所以能够出现那么多怪异的行为 什么用手抓脸 用剑砍脸 大声的呼喊等等 这些用登革热发病时的状态都可以解释 登革的本意就是突然抽搐犹如恶魔缠身 还有登革热剧烈发作时会伴随着剧烈的疼痛 有人形容为折骨之痛 所以郑成功这些怪异的行为 有可能就是因为这种剧烈的疼痛所导致 就像有的人在剧烈疼痛之下会用头撞墙是一个意思 所以综上所述 郑成功死于登革热出血症 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非常具有说服力的观点 但这并不是郑成功之死的唯一解释 因为毕竟还有一些事情登革热无法解释 比如说郑成功有名部将叫马信 在李光帝所住的《荣村语录》续集中 曾经这样记载 马信曾经推荐了一名医生 医生看过以后认为郑成功是中暑了 于是就给郑成功开了一副良剂 郑成功服完以后当晚就去世了 在郑成功去世以后 马信突然也死了 死因不详 李光帝记载说 他是在郑成功死后的第二天就死了 而江日生的台湾外界则说 是在郑成功死后的第五天 反正他也死了 这样不禁让人怀疑 马信是被人指使用毒药杀死了郑成功 而后又被人杀人灭口 那也就是说郑成功是被人害死的 那么害死他的人到底是谁 在郑成功生命的最后的这段时间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他临死前两次登上降台向海面观望 他在等待着什么呢 公元1662年的2月1号 郑成功赶走了荷兰殖民者 占领了台湾 准确的说这里的台湾并不是指的台湾全岛 而只是指的台湾台南的一小部分 那个时候郑成功的个人声望达到了巅峰 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的事业开始走下坡路 所谓乌漏偏逢连夜雨 不好的事情是接连发生 其中有几件都与一个人有关 这个人呢叫黄吾 以前呢是郑成功部下的一名将领 深得郑成功的器重 但后来此人投降了清朝 给郑成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说起来呢 黄吾之所以投降经朝 跟郑成功也有关 当年揭阳之意失利 郑成功杀死了当时的主将苏茂 当时很多的将领都认为苏茂不该死 这场战役的失利罪不在他 但郑成功依然执意杀了苏茂 其背后的原因 其实大家都知道 那是因为苏茂当年放走了师郎 当年郑成功要杀师郎 苏茂放走了他 这件事情对黄吾的影响很大 再后来他又遭受了一些不公平的待遇 这些不公平的事情并不是来自于郑成功 而是来自于郑成功的叔叔 黄吾下了决心 是投降了清朝 在明末清初时期 这样的投降司空见惯 并不令人觉得震惊 但震惊的是皇物投降清朝以后 向清朝献了平海武策 这武策都是针对郑成功的 其中有三项对郑成功的影响颇大 第一就是杀郑之龙 第二刨郑成功家的祖坟 其三也就是最臭名昭著的千界近海 这条恶法实际上堪比 日军在中国实行的三光政策 当时清朝人命令沿海的百姓三天之内必须迁出 至于迁到内地以后如何安置 他们吃什么喝什么 靠什么养活自己 一概不管 三天之后排不走的 清军就开始屠杀 百姓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就被像牲口一样的赶出家门 一路上受尽折磨 到了目的地仍然无法安家 就是皇物自己的老家海城县 最后能够迁走的也不到原来人口的三分之一 其他大部分人口不是在途中动恶而死 就是被清兵屠戮 就这样清朝人人为的创造了出了这么一条 长将近万里 宽几十里的无人区 且不说沿海的经济名声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而且更重要的是 造成了中国以后有海无防 没有海防 水师自然得不到发展 造船能力自然不断的下降 到了近代 自然就处在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这一切都与清初的这条恶法 有的不可分割的关系 这是一场空前的人为灾难 这条禁令对当时的郑成功影响也是非常大 毕竟郑成功军队的大部分后勤补给的来源 是来自于沿海地区 郑成功虽然占领了台湾的一部分 但当初的台湾岛可远没有现在这样的附属 完全不能供养郑成功这支庞大的军队 郑之龙的死让郑成功悲痛一绝 而皇武命人绝了郑成功家的祖坟 极度更让郑成功是极度的愤怒 他觉得皇武太过分了 我们生人之间有矛盾 与死人合关 郑成功发誓此仇必报 将来我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 几个月以后郑成功就去世了 所以他自然没有机会报这个仇 但这个仇却让他的儿子郑经为他报了 康熙十三年的时候 郑经利用三藩之乱收复了福建漳州 当时的海成功也就是皇武的儿子 走投无路投井自杀 郑经将他的尸体从井宫捞出来 是大谢八块 而且将他的父亲 也就是皇武的陵墓凿开 将皇武的尸体拖出来鞭尸 将皇室一族几十口全部诛杀 清朝人感念皇武对清廷做出的巨大贡献 所以在他死后 给他追封了一个嗜好 叫活该 不是活该是我给他封的 清朝人封的叫忠克 民间一直有一种说法 说郑姓与皇姓不得通婚 就是因为这段仇恨 类似的说法还有很多 比如说郑姓与诗姓不得通婚 这是因为郑成功与诗朗之间的矛盾 还有说是岳秦两家不得通婚 这个大家都清楚 是因为岳飞与秦桧 这些还都算比较靠谱 有些就不太靠谱了 比如说潘阳不能通婚 说的是潘仁美与杨家驾 还有什么潘武不能通婚 指的就是潘金莲跟武大郎 这些呢就都有点瞎扯了 完全没有历史依据 除了这几件事情以外 还有一件事情 让郑成功的心情非常的不好 那就是永利皇帝的死 郑成功得到消息 永利皇帝父子二人 被吴三桂用弓衔勒死 永利皇帝与郑成功之间的关系呢 非常的微妙 在郑成功心目中 他最敬重的皇帝 肯定不是永利皇帝 而是龙武帝朱玉剑 郑成功的名字 成功以及他的朱姓 就是龙武皇帝赐给他的 所以郑成功本来应该叫朱成功 郑成功是清朝人对他的称呼 因为清朝人认为南明政权是伪政府 哪来的什么国姓 后来呢有些学者提出 应该改称郑成功为朱成功 但是呢有关方面考虑到 郑成功已经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教法 所以就没有改变 但实际上应该叫朱成功 龙武帝第一次见到郑成功的时候 就非常的喜悦 他觉得郑成功文武双全 而且是一表人才 当时他就说 说如果我有媳妇的话 一定把他嫁给你 不是 如果我有女儿的话 一定七亲 就是把女儿嫁给你 他封郑成功为昭讨大将军 魏同驸马 又次姓朱 实际上是把郑成功 当成自己的半个儿子来看 龙武帝也是南明寺帝中 一心享有一番作为的皇帝 只可惜他所信非人 他过分的倚赖正治龙了 最后龙武帝是自杀殉国 郑成功心目中 对龙武帝一直是非常敬重 他也一直使用龙武皇帝 封他的昭讨大将军这个头衔 而对永利帝呢 毕竟郑成功并不认识朱油朗 自然谈不上有什么私人感情 但当永利皇帝在广西称帝的时候 郑成功仍然很高兴 他说物有居意 然后向西南摇拜 奉永利皇帝为政朔 但即便如此 郑成功对待永利 也不可能像他对待龙武那样的忠诚和坚决 这也直接影响了 他后来与永利皇帝手下大将 李定国之间的合作关系 这方面说起来的内容就太多 咱们以后有时间再慢慢的聊 郑成功在台湾的时候 也一直沿用的是永利的点号 这点呢也让当时的朝鲜人对郑成功颇有好感 而且也由此认为明朝并没有王 那朝鲜人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毕竟当时并不具备现在的通信条件 两地一南一北又相距遥远 朝鲜人知道呢 确实是事出偶然 那是源于历史上的丁末漂流人事件 所谓丁末漂流人事件 是指在公元1667年 也就是郑成功去世五年以后 95名来自于台湾 当时郑成功东宁王朝的官员以及商人 他们因海上失事 漂流到了朝鲜的冀州岛 这些人仍然穿着大明的服色 并没有替发 说着是福建地区的闽南方言 他们称他们的年号就是永历 所以这也让当时对大明王朝 一直充满着重养之情的朝鲜国 为此事欣喜不已 他们觉得大明并没有王 但当时的朝鲜国王已经是显宗了 就是我们以前提到的人祖的孙子 他对那时候已经在中原日益强大 稳定的清政府还是非常的惧怕 所以他将这95人送到了辽东 送给了清朝人 这95人最后被清朝人全部杀害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兜兜转转 相似的事情可能几百年后又会发生 不过呢 就是双方各换了一个位置 不知道大家由丁墨飘人事件 会不会想起现在的脱北者 朝鲜人认为郑成功是明朝的忠臣 但是呢 他对郑成功也有一些微词 认为是郑成功杀死了鲁王朱以海 就是我们以前说过的四地一监国之一的监国 朝鲜人是从清朝人的口中知道这件事情 但实际上他们被清朝人忽悠 被忽悠的还不止是朝鲜人 后代的很多人都被明史所载忽悠 也被后来的清史稿忽悠 明史和清史稿都说郑成功杀死了朱以海 按清史稿所说 郑成功是将朱以海改了个名字 叫朱陈海把他扔到海里淹死了 这个黑锅郑成功一背就背了三百多年 一直到了1959年 人们在金门发现了朱以海的墓 从墓志中知道朱以海素有檀吉 他是在公元1662年的11月份病逝的 而郑成功刚才我们说了 是去世于公元1662年的6月23日 比朱以海早去世了差不多半年时间 顺便说一句 当年与朱以海一起投奔正成功的 还有一位朱家的皇室成年 就是宁静王朱树贵 朱树贵后来一直生活在台湾 施朗即将攻克台湾的时候 朱树贵决意殉国 他对他的五位妃子说 说我决意殉国 你们那还年轻 就自寻出路去吧 这五位妃子则说 亡生俱生 亡死俱死 请先赐齿薄 死随亡所 而后五人相继自异于中堂 朱树贵安葬了五位妃子以后 随即自杀巡魔 这就是现在台南市五妃庙的由来 除了这些外患以外 内忧更让正成功觉得异常的愤怒 先是住在厦门的正成功的原配夫人董事 给正成功发来消息 说他们的儿子 正成功的长子正经喜得贵子 正成功当爷爷了 正成功当然很高兴 这是他的第一个孙子 他还特意让人给正经烧去了很多的礼物 作为赏赐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 但被唐显月的一纸奏章 全部搞黄了 唐显月是当时的兵部侍郎 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副部长 他还有一个特出的身份 他是正经的乐障 正成功的亲家 正经这次所生的儿子 并不是他与唐氏所生 而是据正经的母亲董事所言 是正经与他的一名侍妾所生之子 正经与唐氏成亲以后 两个人的夫妻感情并不好 正经经常在外面找女人 下面有很多的侍妾 对唐氏则是不理不问 由此唐氏就激了一肚子的怨气 这次正经又与侍妾生了一个儿子 而偏偏这个侍妾的身份又非常的特殊 这名侍妾姓陈 他以前是正经的弟弟的儒母 唐氏因继生恨 就将这件事情告诉了自己的父亲唐显月 唐显月也为自己的女儿抱不平 于是就写了一柄奏书 向正成功告状 说儒母乃三父八母之一 你的儿子与儒母苟合 那就是乱伦 生下一个孩子 你不加择翅 反加赏赐 像你这样连家都治不好 又焉能治国呢 正成功知道他的这个孙子是儿子与儒母所生孙子 也是勃然大怒 于是派人到厦门去传达他的命令 要杀了儒母陈氏 正经 以及他们两人新生的儿子 甚至还要杀了正经的母亲 也就是正成功的发青董事 命令下达以后 厦门这方面却是巨步执行 他们认为正成功如此处置实在是欠途 董事是他们的主母 正经是世子 正经新生的儿子 也是正家的长孙 这些人都是正成功的至亲 都杀不得 所以他们就违抗了正成功的命令 只杀了儒母陈氏 正成功知道以后是愈发的暴露 又派人去厦门重申他的命令 但仍然没有得到任何的回信 我们前面提到的 正经在死之前 曾经两次登上降台 向海面瞭望 据史料所说 就是等待着厦门那边传来的消息 看看他的命令是否得到了执行 他的发青 亲生的儿子 亲生的孙子 是不是真的被杀掉 以上的这些陈述呢 都是根据部分史料所载 按照这些史料的思维逻辑 我来复述的 但大家听完以后 会不会觉得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感觉有些在逻辑上难以自洽 大家有没有觉得 正成功此次的责罚过重 正经被指控于儒母乱伦 按唐显越所说 儒母算是三富八母之一 但所谓三富八母中的儒母 指的是自己的儒母 你喝的是这个儒母的乳汁长大 所以你与其发生关系的话 被称为乱伦 这一点没什么可说的 但如果这个儒母并不是你的儒母 那么还算不算是八母之一 这就很难说了 可以说这是一个灰色地带 可以说是 也可以说不是 理法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正成功也曾经是一名儒生 他自然应该知道三富八母的含义 正经固然有错 那也只是他采在了灰色地带 不至于犯了死罪 正成功顶多就是责罚一下 然后安抚一下唐显月和唐氏 这件事情慢慢的也就过去了 但正成功却偏要杀了正经 杀了自己刚刚得到的长孙 这种责罚伪实是太重了 完全是不可理喻 正经是正成功与他的发妻董事所生的长子 那是妥妥的嫡长子 他世子的地位从来都是不可动摇 正成功去攻打台湾的时候 就让正经驻守他们的大本营厦门 当时叫斯明岛 这也足见正成功对正经的信任 这非常类似于中国古代的皇帝在外征战 太子在京城监国的形式 况且此时的正经已经长大成人 他的身边也有一些忠于他的臣子 正成功的命令到了厦门没有得到执行 也充分说明了正经身边已经有了很多拥护他的人 正成功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不可能不知道 在这个时候杀死一个世子面临着什么 那可能造成他们正式集团内部巨大的分裂 退一万步讲 如果正成功真的想要杀自己的儿子的话 他也会想办法把正经招到台湾以后再来杀 而他却偏要让驻守在厦门的那些围绕在正经身边的臣子们 去杀了正经 这一来很可能达不到他的目的 二来也会造成台湾与厦门之间的对立 而最终的结果也确实造成了这种对立的格局 这些难道都是正成功所乐见的吗 再有正成功居然下令要处死自己的结发妻子董氏 这样就更加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董氏出身于福建地区的明文望族 他的父亲董阳仙是与郑之龙同朝为官 两个人都是当时福建地区的明文望族 于是两家就结了殷亲 郑之龙的长子娶了董阳仙的长女就是董氏 两个人婚后感情并不是特别好 但在一件事情发生以后 正成功对他这位妻子的态度大为转变 那是在郑成功远征广东的时候 福建的巡抚趁着郑成功的大本营下门空虚 偷袭了下门 当时驻守厦门的是郑成功的叔叔郑之婉 见到清兵大举来犯 他收拾了一船的金银珠宝 准备自己开路 而此时身在厦门的董氏 却抱着家中的一件宝物 故意上了董之婉这条 宰满了金银珠宝的大船 董之婉想让他去坐别的船 但是他执意不去 就坐在这条船上 董之婉无奈 最后他的这一船金银珠宝 并没有运到他想去的地方 而是去了郑成功的大本营 郑成功后来杀了他的这个临阵脱逃的叔叔 对他的妻子董氏则是大家的赞叹 这不仅仅是因为董氏保住了这一船的珠宝 更是因为董氏怀中的那件宝物 他怀中所抱的这件宝物 并不是什么价值连城的金银古丸 而是郑成功生母田川氏的神位牌 田川氏在郑成功心目中的地位至高无比 而在危难之际 董氏最想保全的竟是他婆婆的神位 因为他知道这个神位 在他的丈夫郑成功心中的地位 由此郑成功大为感动 从此对董氏是敬爱有加 而且他还允许董氏参与政事 董氏以后的所作所为 也是颇具母仪风范 他带领了那些妃嫔士妾们 为前线的将士缝补军服 修理铠甲 军队经历困难的时候 他还率先献出了自己的珠宝首饰 史料有载 有一次成功入仗 见到士妾妃嫔士妾们 个个都是不服逐差 不无动工 所以董氏以前的所作所为 至少是并无大错 而现在郑成功却以董氏教子无方 而且故意欺瞒的罪名 要将董氏赐此 这实在也是同样的 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殊不知子不教父之国 即使是郑经有错 董氏教子无方 那通常也就是派人斥责一番 也就罢了 说董氏在这件事情上欺瞒郑成功 董氏告诉郑成功 郑经是与他的侍妾所生的儿子 这点并没有说错 那位如母臣氏确实已经成为了郑经的侍妾 刻意的隐瞒一些事情固然有错 但这与故意的说谎还是有区别的 所以董氏被赐死 同样是责罚过重 令人难以置信 再有郑成功下令杀死自己的孙子 同样令人觉得不可理喻 他与郑经之间是否属于乱伦关系 孩子毕竟还是郑家的骨血 按常理也不应该就这样说杀就杀 再有就是郑成功在死前两次登台远望 难道他期待着就是他的这些至亲的死吗 按照我们正常人类的情感 即使是郑成功在被迫之下 做出的这样痛苦的决定 那他现在也不应该如此期待着这样的结果吧 恐怕他这时候最不愿意听到的 就是他的至亲惨死的消息 即使这是他自己下的命令 那么郑成功到底在期待什么呢 有无此之多的不合理之处 就是我们不禁要怀疑杀死自己至亲的这个决定 真的是出自于郑成功自己的本意吗 他有没有被胁迫 这个决定是在他清醒状态下做出的吗 是不是背后有人就希望郑经他们母子死 而这些人是不是也同样期望郑成功死 由此我们又要回到郑成功的死因的另外一种说法 他是被毒死的 据台湾外界记载 郑成功以前就被人下过毒 是被他身边的一个厨师 这个人被蜻蜓收买 让他在食品中下毒 但是此人的胆子并不大 每次下毒的时候都是心惊胆燦 下不了手 后来他将这件事情告诉了自己的父亲 他的父亲鼓励他自首 他也确实这样做了 自首以后郑成功并没有责罚他 而且还说我是不会被毒死 那么会不会蜻蜓继续派人向郑成功下毒 这完全是有可能的 毕竟郑家集团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郑成功个人的威望在运作的 如果郑成功去世的话 那么郑家毕竟会处于一种分裂的局面 这种局面确实是蜻蜓所乐见 所以青人主毛背后下毒不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也是难度很大的 毕竟经过厨师这件事情以后 郑成功一定会严加防范 想在他的食品中下毒 确实很难做到 而如果真的能够做到的话 那么这些人很可能是来自于郑成功身边的人 郑氏集团并不是一团和气的 他们这时候已经形成了两大派别 一派是拥护当时驻守在厦门正经的一群臣子 还有一派就是当时在台湾以及金门的其余郑家子弟 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就是郑成功的堂兄 郑太 郑成功性情暴烈 用法严峻 他下面的人即使是郑家的亲族们 一旦犯错 他也从不如情 为此有不少郑家子弟遭受了急刑 这也自然会导致郑家子弟对郑成功心生怨念 这些人因为共同的利益慢慢的也就走到了一起 其中是以郑太为首 还包括郑成功的另外一个弟弟郑习 以及郑明俊等 郑太长期掌管着郑家的财政大权 他曾经反对郑成功攻打台湾 在郑成功占据台湾以后 当时财政方面非常的紧让 但即使是这样 郑太仍然是私藏了30万两白银 把他悄悄存在了日本他的账户之内 这件事情是后来郑经查实的 而在郑成功死后 郑太就迫不及待的伪造诏书 要杀了郑经母子 让并无突出才干的郑习继位 最后他这阴谋被郑经挫败 郑太入狱 郑明俊等人 则干脆就带着那些公款投降了清朝 由此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是不是郑太早就与清朝人有勾结 是不是清朝人唆使他 毒死了郑成功 或者虽然他本无杀死郑成功之一 但他发现郑成功已经在调查 他私藏公毙的事情 这件事情很快就瞒不住了 所以他不惜铤而走险 杀死了郑成功 所以郑太一伙人具有犯罪动机 这一点应该是无容置疑的 那么他们又是怎么做到的 咱们还是回到这个案件的本身 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郑成功去世之前的几天 他的精神处在一种非常不稳定的状态 这有可能是因为他真的染上了登革热 这是他染病以后的病症之一 还有可能就是已经有人对他下了毒 再有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郑成功此事正处在巨大的外部压力之下 这种压力也有可能导致他情绪非常的不稳定 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史料以外 还有一则史料可以充分的证明当时郑成功的精神状态 当时西班牙殖民者在马尼拉大肆的屠杀华人 这激起了郑成功的愤怒 郑成功准备再次集结部队 要出兵讨伐西班牙殖民者 所以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如果郑成功不死的话 他很有可能会去攻打马尼拉 那么以后菲律宾的历史就有可能会被改写了 当时西班牙殖民者也非常害怕 郑成功会去攻打他们 所以就派人向当时在台湾的传教士去询问 郑成功会不会真的出兵 当时一位传教士给西班牙殖民者写了封回信 其中提到说国姓爷行为狂奈 神志昏暗 疑似罹患精神疾病 恐不久于人事也 这位传教士应该没必要撒谎 所以可以想见郑成功当时的精神状态 确实是非常的不正常 当然了 这不正常背后的原因 传教士并不知晓 根据以上的分析 以及史料 我们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大胆的猜想 事情的经过有可能是这样的 郑太他们早就图谋郑成功的位置 特别是郑太贪污的事情 正面临东窗始发 所以他们就决定要毒死郑成功 不过最初他们并没有选择那种烈性的 足以让人顷刻间致命的毒药 而是选择了一种慢性的毒药 让郑成功的身体逐渐的衰弱下去 让他的神志变得越来越不正常 这样他们就可以借助郑成功的口 说出他们想要说出的话 所以在所谓郑经乱伦这件事情出现以后 郑太他们就怂恿郑成功 做出了他本来不会做出的决定 杀死郑经一家人 这个决定一定是在郑成功精神极不正常状态下做出的 甚至还有可能这根本就不是他的决定 而是被郑太郑习等人篡改了 而郑成功的精神状态从始疗中我们也能看出来 他并不是总是出于那种癫狂的状态 他有时候还是清醒的 可以跟将士们一起聊天 一起去研读朱元璋的太祖宝训 所以有可能郑成功在清醒的时候 意识到了自己在癫狂之际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所以他迫不及待的想要收回成命 他可能再次派人去厦门去追回那个必杀令 这也就能够解释 为什么在死之前 郑成功曾经两次登上降台 向远处的大海瞭望 他不是在等待着他的妻子 儿子 孙子被杀的消息 而是在等待着他们仍然在世的消息 他期待的他最后的命令 能够如期的传达 得到切实的执行 他的妻子 他的儿子 他的孙子还能够活着 但很可惜 他等不到这样的消息了 因为郑太他们已经等不及了 郑成功如果还不死的话 那么他们的阴谋早晚会暴露 郑成功就要拿他们下手了 所以这时候 他们才迫不及待的用烈性的毒药 毒死了郑成功 下毒的人有可能是马信 马信本来就是清朝的降将 他可能被郑太收买 也可能同时被清廷收买 而他那时又颇得郑成功的信任 所以他才推荐了一名大夫 给郑成功下了一服致命的毒药 吃完这剂药以后 郑成功当晚就去世了 而一天或者五天以后 马信也死了 这很可能是郑太他们杀人灭口 我们再来看看史料中所记载的 郑成功的死因 有人说他双手抓面而死 有人说他咬断食指而死 有人说他用剑砍自己的面门而死 还有的人说他顿足垂胸而死 还有的人说他是大喊一声而死 我们细细想一想 这些因素实际上都不致死 咬断手指会死吗 用手抓自己的面不会死吗 用剑砍自己的面门会死吗 癫狂之下可能会砍一剑两剑 但郑成功身边的人是干什么的 难道就这样眼睁睁着看着郑成功自己砍自己 既然这些因素都不致死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奇怪的说法呢 我想有可能这些说法都是有人故意散布出去的 其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为了掩盖郑成功真实的死因 我们刚才说了 郑太他们可能最开始使用的是一种慢性毒药 毕竟他们也不希望郑成功是暴毙而亡 暴毙而亡自然会引起诸多人的猜忌 不利于他们下一步计划的实施 无奈之下 他们必须要尽快的置郑成功于死地 于是就必须采用烈性的毒药 而烈性毒药在当时来说 很有可能就是皮霜 而被皮霜毒死 死者的身上一定会有非常明显的中毒迹象 比如说蹊跷出血 比如说指甲变得乌黑 所以郑太他们故意对外散布说 郑成功是双手挠面而死 这样就掩盖了蹊跷流血的症状 而手指间指甲发黑 那干脆就说成是郑成功 自己咬断了自己的手指而死 这样中毒的痕迹也就自然消失了 而那位马信呢 有可能就是他下的毒 还有可能是马信看到了郑成功的尸体 绝出了异样 所以被杀人灭口 以上呢就是关于郑成功 有可能是中毒而死的一些推论 当然了 这些也只是推论 大家在读史的时候可能会发现 有些史料的记载 让人觉得不合情理 不合逻辑 发现这种情况以后 一般会有两种方式来处理 一种呢就是忽视这些不合理之处 史料怎么说的 你就怎么记 怎么讲 这样做的好处是肯定不会错 还有一种 就是在已知史料的基础上运用自己的逻辑推理 推导出或许在史料中被迷失的环节 或者干脆质疑这份史料的正确性 这种方式虽然会招致很多的诟病 但同样也能让你在从中体会到历史的吸引力 而他的迷人之处 郑成功究竟是怎么死的 至少到现在还是一个迷 他死亡的真相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演 而变得越来越清晰 就正如人们对郑成功的评价 随着时间时代的发展 反而没有变得像以前那样确定了 不同的政体 不同的政党 不同的族群 对郑成功慢慢有了完全不同的评价 但我想站在汉民族的角度 郑成功无疑是一名英雄 一名民族英雄 这不仅仅是在于 他坚持了十几年的反清抚名斗争 他的队伍从弱变强 最后赶走了荷兰殖民者 他与荷兰殖民者的这一战 是历史上东西半球的第一次真正的海上对决 也创造了东方第一次 也是唯一的一次战胜西方殖民者的历史 仅凭以上两点 郑成功就配得上一个英雄的称号 而更重要的是 郑成功为汉民族 开辟了一个新的栖息之地 这一点无论过去还是未来 对于华夏文明的传承来说 都将显得弥足珍贵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 Frank 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